金峰山的中继衣物在世界展望会所打造的重建生活服务中心 里面的同仁也推出了二手式级 希望鼓励大家如果家中有没有再穿的衣物或者是物品 可以捐赠出来特别办了二手式级 这边村民的活络啦 就是能够有一个联系的一个方式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想说 快过一年了嘛 那时候是去年办的 然后想说就大家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分享出来 对然后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把这些所得啊 用来购买小朋友的礼物 对因为我们有跟萌宝虫基金会合作 对那就是要鼓励小朋友来看书 对所以就是以小朋友就是来看 然后以几点的方式 那几满多少点我们就 赠送一个小礼物鼓励他这样子 这些卖的所得也将作为帮小朋友购买绘本的基金 也能够减少物品浪费 更可以增加小朋友爱好阅读的好习惯 也是不错的方式 以上新闻记者张玉成真虎报导 听不清 我们下车的电视频 发现了 我们下车的电视频